過去柯文哲說過財團是刀叉吃人肉 對不對 大巨蛋我們先割子 但是其實是有關係的 我請煌哥先來評論 我們看那過去講財團是刀叉吃人肉 現在他跟財團其實還蠻麻糬的 我們從一個小故事來看 大家不認識這個怎麼教公子是誰 其實是因為在一個採訪裡面 然後就發現怎麼突然有人擋在鏡頭前面 記者就說你跟我的跟我的 然後就突然說你知道我爸媽是誰嗎 你爸媽是誰 大家從未知道 應該問他媽才知道 大家真的是有點會不會情色 說發生什麼事 這個人又是誰 也才發現說原來市長是有實習生 對不對 然後柯文哲才講說 這一個交信實習生沒有走程序 這個我認錯 市長是會有實習生的 我蠻好奇的 因為我們會有實習生是在新聞部門 採訪的地方 我會當時有辦公室 會有實習生 我覺得沒什麼可能 總經理辦公室可能也沒有 那我請教你怎麼樣看這個事情 因為其實我就想請問柯文哲 當時你批評財團是用刀叉吃人肉 那現在你是坐在財團老闆對面 一起拿著刀叉也在吃人肉 搞不好還會配紅酒 對不對 這一位實習生 我對他個人沒有意見 每個年輕人想去實習 但是柯文哲我請問你 我記得你剛當選第一年的時候 二零一四年 當時你有好幾個局長 還是用海選 當時大家給你鼓鼓掌 哇 這個用人透明度超高 請問這位實習生有沒有海選 那臺北市只有他想當實習生嗎 我想臺北市 很多年輕朋友應該如果有機會 到臺北市政府 或到市長室去實習的話 應該會蠻想的 對不對 因為畢竟可以接近市長 這是很難得的機會 那只有他申請當實習生嗎 那為什麼他可以當實習生 柯文哲你現在看到財團之後 你的膝蓋就軟掉了嗎 五大弊案 除了蘇培獎大巨蛋 記不記得 三創 當時也被講成五大弊案 結果呢 後來柯文哲跟郭台銘多好 三創不就郭台銘他兒子的嗎 那所以你當時的五大弊案 到後來變成是你拉攏 財團的一種工具而已 這個 好啦 我就當作沒看到 那你要對我好一點 到後來事前發展 不得不讓我做這樣的推測 所以你今天柯文哲 你口口聲聲 你的公開透明 你的改變成真 的確讓我們也見識到了 一個柯文哲可以從二零一四年 到二零二二年的改變成真 你今天這個實習生的問題 不在於說你臺北市政府 可不可以用實習生 關鍵在於說你有沒有照制度來 第一個 市長是有沒有實習生的編制 我印象中應該是沒有 因為公務機關用人要嘛正式文官 要嘛就是約聘雇 或是有一部分可能是替代役 那個都屬於國家的制度 即使三立新聞部我們暑假看到很多實習生 那也是三立公司跟學校要有簽約 他們才會來實習嘛 對不對 那請問你市長是實習生這個制度 你可不可以把柯文哲可不可以明天把相關的規定 拿給我們看一下 台北市政府 因為他拿不出來 台北市政府市長是實習生設置條例 你給我們看一下 看有沒有這條規定嘛 那他有沒有資薪 那他薪水從哪裡來 如果沒有資薪 你這個是怎樣 是在剝削勞力嗎 你跟那個人蛇集團 我看也差不多嘛 就強迫勞動嘛 你認錯 柯文哲你不是以為認錯事情就結束了 那你認錯之後 那好 這個實習生明天要不要繼續上班 那他之前上班的部分 假設他有資薪 請問薪水從哪邊支出 一般來講 實習生應該是沒有啦 實習生就是你為了要吸取經驗嘛 那也沒有關係 你就講清楚嘛 那你就講清楚嘛 那你的 你實習生的適合制條例在哪 你是怎麼去招募實習生 這個市長是實習生 這事情其實不是大事 但是他正好揭露了柯文哲真面目 就是公開透明 那是騙人 騙選票用 再來你看到財團 真的膝蓋就直接就軟掉了 柯文哲遇到有人出包的行程 不是都很刺激的 不管是鄧德罵狗罵什麼的 他都會非常激動 可是他針對這個小朋友 他說這種小朋友 為什麼要這麼計較呢 大家就不能夠一笑置之嗎 柯文哲這個時候 柯文哲這時候怎麼不講說 誰家的狗帶回去管好 是 你這時候你就不敢講了 對於你民眾黨的黨功 你可以罵狗 對於這個財團的第三代 要呵護好不好 幹嘛跟小朋友這麼計較 那請問你的標準在哪裡 那是因為比較有錢嗎 所以有錢人在柯文哲心目中 就有就是人 就必須被尊重 沒有錢的人 對沒有錢的人 就只好當狗 所以我說你看到財團 你膝蓋就軟掉 我有冤枉你嗎 舒培我要請教 剛剛我們回過來 那個交公子的身上 交信實習生 那你來看柯文哲這幾年的轉變 你應該會蠻清楚的 過去對財團沒有一句好話 現在跟財團是什麼樣的關係 讓財團把他當成人肉吃掉 就是他想要跟財團融為一體 我必須要這麼說 剛剛黃哥爾講說 過去台北市政府幾乎沒有實習生的制度 確實尤其是在台北市政府 所以在發現 你是說市府的各個局處都沒有這個嗎 市府的局處有 密書處沒有 因為密書處沒有業務 密書處的責任在做什麼 第一個就是管理整個台北市政府 所以他自己本身是沒有業務的 那這個實習生去那邊要實習什麼 所以如果要實習可能會在社會局 可能在勞動局 可能在其他的局處 絕對不會在密書處 所以我要給大家看 在這個交信公子的這個事情 發生的時候 我的辦公室曾經就跟密書處 去要了一份資料 這個資料就是說 我要你們的實習流程 第二個 我要你們今年度 所有的實習生名冊 好 大家看了一下 他的回答 第二點 本處一百一十一年 無醫前開規定 禁用實習生 所以沒有 禁用實習生 沒有啊 不是任用的意思 是不能用的意思 對 就是沒有 我沒有用實習生 我沒有用實習生 那這位焦先生 他放在哪裡 很好 所以我今天也是問柯文哲說 這個焦信實習生 他是任職於密書處 還是任職於市長室 結果柯文哲說 應該是密書處吧 我就露出這一個給他看 你密書處說沒有啊 另外 我就在十六號 又要了一份資料 跨湖 貴處是包含市長室 副市長室 秘書處跟副秘書長室 結果就出現了 有了 有實習名單了 而這個實習名單上面 沒有焦公子 有七個人 沒有焦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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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七個人 而且他說焦公子 是這個沒有不按規定 進來的對不對 那你總是要列在名單上面 給我們看嘛 為什麼沒有這個焦公子 而這七個人名單 都是工作在哪裡 工作在市長室啊 市長室有什麼業務 可以讓實習生去實習 市長室所有處理的 都是市政的資料 我想起來他們之前有實習生 高宏安 對 沒有錯 對 這個立委級 委員局的實習生 在這個陳衛 所以我覺得這就非常奇怪了 那柯文哲自己講不清楚 然後另外我要跟大家 報告一件事情 聽說啊 這個焦姓公子啊 這焦姓實習生啊 的表妹 也在這一次的實習裡面 有可能就是這個啦 圈圈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說柯文哲 跟財團融為一體 不是在騙人 因為我今天問他說 這個圈圈 是不是焦姓 實習生的表妹 他說我不知道啦 我沒認識 我說他在你市長室實習耶 你怎麼會不知道 他就說他不知道啊 所以你不覺得嗎 柯文哲 我們剛剛講的 一體天下無難事 柯文哲遇到有人 犯錯的時候是說 我要再逼你們幾個人去自殺 把你罵成是狗 叫你的主人把你帶回去 小心我把你拔掉 對 我要把你拔關 我要處分你 你看他遇到焦姓公子 連一個大聲都不敢大聲 這種小朋友 為什麼要那麼計較呢 是嗎 笑一笑就好了 圈圈圈是誰 我也不知道啊 我不清楚啊 只有遇到財團 才會那麼輕聲細語